來啦,我們來看這個雞爐 人家說做事太尿小 最後螢幕明明打了 就是這樣打蠟完畢之後就好了 雞爐就是要用潑水網看 你看,現在過來 我先把那個線,因為大概六米長 看的話長度剛好 不然來這裡,10度好 不然去這條水槓過來 不然來的時候,悲劇就要開始發生啦 對啊 剛那時候真的有第六感 我一件覺得得你呢最小心會這麼水小 水工用到 我要刻意把水管繞到上面去 不然然後就在這邊,弄一弄 transitions 之後,只會點哦 然後,再滑水 想說,多滑幾秒 我停在那咧,想到去潑水 屎仔,我心解就在那裡想哦 那時候我就覺得 誰說五仔吃,豬 때�ief 然後用完之後 差不多了喔 你仔細看這邊喔 不然就是直接去過掉 你看 它就砍下去 這裡有一個焦頭 我真的說那時候真的燒了 那個部分 我有把它消暈 要不然標那個五個字的 那個什麼 正義某人看的 可能它的高潮 所以那個我就把它消暈掉了 真的說 不然那個時候剛好水都跑進去 我就先把它砍掉了 我就想說沒關係啦 反正咬到裡面 至少還在 不然就要一直掙扎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大螢幕 你來看這個大螢幕 你來看這個螢幕要表演喔 來 現在先那個什麼 身體先彎曲薄齒 之後這個羊具要倒下去了 來 1 2 3 羊尾 這樣這麼重就要插下去了 你如果說直接掉下去 還要拿到那裡 稍微一隻焦頭 剛才弄到螢幕這樣砍進去 那個膜就破掉了 對啊 說這個畫面 我說很慘痛 我也是要分享的同學 這就是 Youtube症獲群 然後 好是不是有 那個水又這樣跑下去 所以人家說 黑阿槌 火類 我的手機不知道要給我水用到 就對了 所以白龍學 黑阿槌要說的 白龍學不知道要抽擇 絕對要抽的 好結束 幹 你看 手機在那裡破了 比重的肉片 今天你剛才在拍攝影機 你看 你看 它就這樣撲下去 整個螢幕就開了 這也是白龍學講的小排 2Q的椅子夾到 你看這邊 它就是撞幾點 剛好在這邊 我用那個果凍套 它就直接就這樣 啪 就幹下去 就對了 然後 嚇到